国际排名更新 孙迎莎拿到三项奥运比赛资格 陈梦跟王曼玉仿超了王毅迪 将要冲击奥运的名单 如今的马林离选有不同的看法 肖仗刘国良则是态度比较坚决 到底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派出哪位选手 更加有利于独贯 包揽国兵最终的金银牌呢 我们讨论三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 国际排名更新之后 孙迎莎霸占着两项第一的位置 包括奥运会积分第一和世界第一 孙迎莎提前锁定了三个奥运会的比赛资格 包括了孙迎莎的女子当打比赛名 接着孙迎莎的女子团体比赛 作为第一女当 她也将会出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孙迎莎在2月16号即将举办的团体大赛 也会出仗第一女当 对于孙迎莎来说 她的世界排名为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并且这也是孙迎莎一局一局打出来的 她靠自己的双手打到这样的排名 实至名归 也受到大家的认可 世界第二的排名是王毅迪 第三名是陈梦 第四名紧跟着的是王毫迪 但是在接下来的奥运会比赛人选 并不会完全根据这个世界排名来进行选拔 因为过去的马林 李笋 刘国梁 多位教练 早已经明确说话了 奥运会的比赛根据的是奥运会的积分 说白了 奥运会的积分非常的关键 奥运会的世界排名也非常的关键 就看哪位选手能够赢下大赛的胜利 谁才能够获得比赛资格 目前来看 在国平的女队当中真正确定比赛名额的是孙迎莎 男队真正确定下来的是房正东跟王楚清 基本上呢 这几位选手的世界排名已经无法被超越了 因为到了七月底就要进行奥运会的比赛 剩下来这五个来月的时间里面 如果说要超越排名第一的选手 你的积分必须要拿到几千上万分才行 但是根据目前的多位选手的积分来看 孙迎莎已经不可能被超越了 而房正东、王楚清呢 也大概率不会被超越 因此呢 这几位选手的奥运会名单 基本提前确定下来 第二个方面 如今呢 陈梦、王曼玉访超了王一体 只要冲击奥运会的比赛名额 在国际大赛当中 国拼的实力选手非常的关键 并且要在国际大赛当中 外战能力要足够稳 这也是刘国梁明确发话所提到的 国拼派出去的选手目标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记住自己的目标就行了 就是击败外协的选手 帮助国拼拿到冠军 在国拼的队伍当中 对比起第二名的王一体第三名的陈梦 还有如今第四名的王曼玉 这三位选手谁的外战能力更强呢 目前来看 毫无疑问是陈梦跟王曼玉 因此 王一体就首先要被淘汰出局 并不是说王一体世界排名第二 他被淘汰了就不公平 而是说国拼要选出外战更加强大的队员 只有外战赢下比赛 国拼才能够把金牌锁定在自家的队伍当中 不会被其他的选手拿走 因此 根据刘国梁这个铁一样的定律来看 如今的外战实力 陈梦跟王曼玉确实要更高 并且 王曼玉的外战实力水平反而要更强大一些 但是王曼玉跟陈梦选一来出战女子 当然 目前来看是存在疑问的 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孙迎莎、陈梦跟王曼玉 这三位选手出战女子团体的名额 大概率是已经确定下来的 毕竟 陈梦是上一届奥运会的女当冠军 孙迎莎是世界第一的选手 王曼玉是外战第一的选手 目前来看 这三位选手出战女子团体 没有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 目前的李逊以及马林教练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刘国良跟萧将教练的安排 则是非常果断 提到李逊教练跟马林教练 为什么说在选拔人员方面 存在不一样的看法呢 首先 马林教练他提到了陈梦 陈梦可是作为上一届的奥运会女当冠军 理论上来看 陈梦应当出战奥运会的女子当打项目 因为奥运会的国际积分 目前陈梦第二 孙迎莎第一 两位选手出战比较合理 然而 李逊教练当他被问到国宾的选手 他则是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李逊教练在他看来 他认为王曼玉的打法更加稳定 赢下来的机会要更高 因为王曼玉呢 确实在赛场当中 他的稳定性水平要更高一些 尤其是外战的比赛 让王曼玉去面对平野梅与朝天西纳 这两位女当选手 仿佛要打得更高一些 并且赢下来的机会要更大 所以说呢 王曼玉呢 备受理损的认可 而陈梦呢 更加备受马林教练的认可 并不是说呢 哪位教练认可哪名选手 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大赛 来赢下积分才行的 所以在国平的队伍当中 肖战跟刘国良的态度 反而是最坚定 最坚决的 因为在肖战和刘国良教练看来 无论派出哪位选手 都要根据现实的情况 来进行安排 要实事 求是 谁赢下比赛的胜率最高 谁拿到的积分更高 谁的排名更靠前 谁的外战能力更厉害 就应当派出谁 言外之意 那就是孙迎莎和王曼玉 外战出战 女当更加稳定 团体呢 让孙迎莎 承问王曼玉 出战要更合理 难道这样的安排 才是最终的奥运会 女当安排吗 所以 接下来的女当比赛 还要看 包括了 新加坡大满贯的赛事 谁能够夺贯 因为这场比赛 夺贯拿到2000的积分 这场比赛基本上决定了谁能够出战奥运会的名额 大家认为 奥运会的女当给谁更加合理 说说你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认可 也感谢抖音头条的朋友 下期再见 接下来的 接下来